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之初 李显龙在谈到新加坡为什么支持乌克兰时说 不是亲美,也不是要和俄罗斯作对 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 捍卫根本的原则 领土完整对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很重要 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 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 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功力 当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 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投签了反对票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 我们同样坚决反对 在乌克兰问题上 如果我们不坚定立场 不明确表态 如果我们有一天被侵略 就不会有人替新加坡说话 两年前即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天紫恩斯基给近百个国家领导人打去了电话 恳求他们说 请帮帮乌克兰 请不要忘记乌克兰 然而他得到的几乎都是劝他逃亡的回复 直到凌晨4点多 在几近绝望的时刻 紫恩斯基收到了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打来电话 坚持住 援助马上就到 72小时后 英国送去了第一批单兵作战武器 今天是2024年2月25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732天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77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0.9010万人 1.俄乌战场近况综数 阿布迪布卡战线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 控制了拉斯托奇金村 马林卡 星海利夫卡战线 在炮兵配合下 乌军从星海利夫卡以南 1.9公里宽的几个阵地上 击退俄军 库布扬斯克克林明纳 莱曼战线 俄军继续猛攻 损失了十几辆装甲车 被迫撤退 萨布术的战线 俄军对罗伯泰尼继续猛攻 双方正在罗伯泰尼以南战斗 并在村庄内进行拉锯 巴木特战线 俄军在克里什福卡附近的铁路森林带 占据一些阵地 乌军第56机械化旅 第21萨尔玛特营 袭击伯赫达尼弗卡 东南部的俄军阵地 赫尔松战线 俄军向乌军 位于克林基和波伊玛等处的防御阵地 组织了八次进攻 均被乌军所击退 俄军在攻占阿富地维哈后 进行一连八天的巅峰式的进攻 2月24日 首次放缓了进攻的速度和强度 而西方的援助也即将到来 2. 与俄乌战争相关的其他消息 1. 俄又一架A50预警机被击落 10名俄罗斯基组人员丧生 包括5名俄军少校 环球时报援引新华社基辅2月23日点 武汉空军司令奥列休克23日晚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军又击落一架俄军A50空中预警机 奥列休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次俄军战机 在夜间起火的视频 但他未透露具体的细节 奥列休克还向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感谢 根据乌坎国防军消息来源报道 2月23日晚 乌军在亚索海海 又击落一架俄罗斯A50预警机 消息人士说 这是乌韩空军和军情总局联合行动的结果 这架A50的损坏程度正在确认中 但飞机保全的可能性很小 乌韩空军司令奥列休克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 社交媒体用户开始传播飞机着火的视频 以及飞机在天空中被击落的时刻 照片中可以看到飞机如何释放干扰弹 以使来起导弹偏离航向 其中一枚导弹可能被干扰 但另一枚导弹击中了飞机 在这之后 可以听到和看到空中的爆炸 俄军一共有9架预影机 包括6架A50 3架A50U 其中2架A50U被击落 一架A50U影机在白俄罗斯被游击队摧毁 同一天 多家媒体报道称 一架俄军苏三次战斗机 在赫尔松州 亨尼切斯克地区坠毁 至此 俄空间军在7天内已被击落了10架飞机 这不得不说是一场噩梦 而这对于乌克人来说 也许是为F10进场前的彩排 二 俄罗斯立佩茨克的一家钢铁厂遭遇无人机袭击 参考消息网2月24日报道综合路透社和俄罗斯卫星社 2月24日报道 乌方一名消息人士24日说 乌海无人机业界袭击了俄罗斯一家大型钢铁厂 工厂燃起大火 2月24日是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的日子 俄罗斯立佩茨克州州场伊格尔·阿尔塔莫诺夫表示 预期的工厂是新立佩茨克冶公司旗下的钢铁厂 位于距俄乌边界约400公里的立佩茨克市 这家钢铁厂占俄罗斯钢铁产量的大约18% 阿尔塔莫诺夫说钢铁厂的一个车间起火 火灾已被扑灭 没有人员受伤 没有危险物的排放危险 乌坎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这次袭击是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和乌国家安全局的联合行动 这名消息人士还说 这家企业生产的原材料 被用于制造俄罗斯导弹 炮弹和无人机 因此对乌坎来说 它是一个合法的大竞标 3. 格鲁基亚认为支持乌克兰是一项义务 2. 白洛斯理想网消息 据蒂比利斯报纸记者报道 格鲁基亚总理伊拉克利 科巴西泽在周五北方军区成立两周年前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格鲁基亚认为支持乌克兰是一项义务 4. 俄乌战争两周年之际 四位西方领域人抵达了基辅 环球时报报道 2月24日 是俄乌冲突爆发满两周年的日子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当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四位西方领域人 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显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奉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提称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无论是在财政经济军事还是道德上 5.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提出了保留乌克兰的条件 2月24日 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逆边甲在联合国安理会会上 提出了保留乌克兰的条件 我想强调的是 在某种程度上 保留乌克兰仍然是可能的 但它必须是一个和平的 中立的乌克兰 没有歧视和仇视俄罗斯 不美化纳粹罪犯 不威胁俄罗斯 原计划一小时22分拿下基辅 三天占领乌克兰 如今整整两年了 乌克兰还在人间 这莫非是俄罗斯出自善意而保留乌克兰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读中战诏书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记 也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但我们也不惧怕战争 面对强敌侵略 退让和投降 换不来和平 只有坚决斗争 才能取得胜利 正是在战火中浴血重生 凤凰涅槃 中华民族 才一步步告别百年屈辱 迎来和平发展 走上复兴的争承 要么彻底打败侵略者 要么成为侵略者的奴隶 怎么可能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实在弄不明白 那些劝保家卫国者投降 甚至对保家卫国者冷嘲热讽 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那么 视频最后再来问一问 我亲爱的同胞们 对于侵略者 您反对还是支持 再问一问智商正常的您 乌克兰和俄罗斯 谁是弃略者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赚来也好 做亥也赚来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传播正义和平 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出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